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18日再次启动纳凉工程 从当天起全市1460个社区纳凉点对市民开放 供市民免费销售度下 这是武汉连续第11年开放社区纳凉点 湖北多地持续高温 据湖北气象监测网数据显示 18日全省多地进入超37度以上的酷暑日 其中宜昌地区气温高达42.4摄氏度 成为18日全国最热的地区 刚走进武汉市的百步亭小区纳凉点 记者就感到阵阵清凉 纳凉点里有的老人在玩牌 有的在练字 有的在睡椅上休息 屋内空调温度显示26摄氏度 武汉规定 当最低温度达到或超过28度 高温达到或超过35度 居民有需求 社区必须开放纳凉点 每个社区原则上不少于一个纳凉点 方便群众就近纳凉 张建平是宜心社区的连租房住户 白天舍不得开家中空调 一大早他就来到社区纳凉市 他说每天在这里要待7个小时以上 武汉市给每个纳凉点 提供平均5000元的标准补助 保证每个纳凉点的冷气空调 冷饮食品 防暑药品 文化娱乐设施等软硬件齐全 武汉市还要求 社区在必要时 应协调将辖区学校的教室 大单位的会议室 礼堂等社会资源向居民开放 或利用大型露天长廊 防空洞 宽敞的巷子口等有避暑条件的空间 新开辟室内和室外纳凉点 满足不同对象需求 武汉市社区纳凉点开放11年来 全市共投入5000余万元财政资金 用于群众纳凉工程 累计有近4500万人次群众 在社区纳凉点里清凉度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